新竹市推動照顧原住民政策不遺餘力 市長高鴻安特別在7月7號上午前往 納魯安文化健康站 體驗原住民族傳統舞蹈及墨水催化創作等課程 與原住民長者一起同樂 同時也視察文化聚落使用情形 其實納魯安文化健康站 是我們在新竹市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原住民長者 在這裡進行許多的活動還有休閒 還有我們的課程都會運用納魯安文化健康站 那在今天其實我們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在相任之後 其實對於原住民的一些政策 我們也會做一些加強 比如說像納魯安文化健康站 過去一周是開放三天的營運 現在我們在相任之後也把它加強到五天 這個部分的話讓我們的長者 以及我們今天也看到很多長者 帶他們的孫子孫女一起來到文化健康站 可以進行很多的活動 我們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可以增強我們的原住民長者的樂靈生活 那同時對於文化傳承也非常的有意義 為了擴大對原住民長輩的照顧與福利 在市議員林慈愛的爭取下 新竹市政府拍板決定自今年10月起 原住民只要年滿55歲 就可以領取重陽敬勞禮金 預計將有370人受惠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市長來到我們納魯灣部落 市長也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個對於長者的這個福利呢 今年敬老 從陽金會來做一個實施發放 這是我們爭取滿久的一個福利 謝謝市長 在今年願意認同這個原住民55歲以上 就是長者的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納魯灣文化健康站提供簡易的健康照顧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營養餐飲居家關懷訪飾 及生活資源連結等多項服務 主要服務海山連禮的原住民長者 及當地有長照需求的長者 目前站內長者共23名 平均年齡約為65到70歲 記者簡舒淇新竹採訪報導